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果然抵不过人多血症 很快就被这个黑帮的人绑上天台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要一命呜呼的时候 这个老大竟然大发慈悲放过他们 可谁知刚逃走出来 就被另一个黑帮的人盯上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原来这两个帮派最近打算和解 而三兄弟的鲁莽彻底让他们决裂 当然这个老大也是鬼主意很多 他们答应三人可以放他们一命 但前提是三人要以女团出道为他赚钱 这么雷人的主意 他还真的敢想 最后他们连夜被送往泰国进行手术 回来后还真的惊呆老大 看看貌美如花的三兄弟 简直不要太开心 随即老大再次整出了幺蛾子 让三人以极道女孩的名字出道 三人在经历了魔鬼犯的训练后成功出道 商场演出就博得了大量的男粉喜欢 正可谓是一炮而红啊 但三人却很不快乐 明明是一个男人 却要吐出各种女孩子可爱的表情 这一点就足够让他们崩溃 而且在之后的一次签售会上 大哥看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和在他身边的孩子 根据孩子的年龄和相貌 他大胆推断就是自己的女儿 但如今已经是女人的大哥 只好忍痛放弃乡阵 虽然身体是女儿身 但他们的性取向还是很正常的 这天大哥因为痴疮疼痛 来到医院就诊 一眼就看上了治疗医生小美 三人的名气虽然已经很旺了 但贪婪的老大还是强制要求他们参加明星峰会 提升知名度 可谁知峰会的主办人 富二代狗蛋 贪图三人美貌 给他们下了圈套 此时三人已经完全被迷昏过去 幸好狗蛋的前女友百合及时出现 这才救下三人 这边三人的实力也慢慢恢复 明白狗蛋渣男举止后 他们当即就报复了狗蛋 事后狗蛋怀恨在心 对三人展开了封杀 随着三人的丑闻曝光 他们慢慢的失去了表演机会 而后狗蛋依旧不放弃报复他们 他还绑架了小美以及那个医生 这些都是他们极其重要的人 狗蛋就是要抓住他们的软肋 击败他们 当然 他也不想三人参加峰会恢复名气 所以才将见面时间设在了峰会当天 而三人的实力 也在那天的奋战中 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就在狗蛋打算用手枪 直接了解他们的时候 老大及时出现救下众人 他们才得以有机会回到舞台 完成他们的演出 经过这件事后 三人也开始享受身为女孩的快乐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一迷老鼠说电影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